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 你在做各国校长掌握了这个知识之后 其实我们对于国家主要进口依赖的国家 我们还要再继续做一些进一步的分析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再去看更多的内容 举例来说 我们继续来画一个叫做断代图 断代图去说明说这些国家的一个进口的变化 首先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点选在视觉效果里面 请点选断代图 断代图 然后在这个断代图里面 它主要的一个项目 它就只有轴图立跟直 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去思考 就是这是不是一条 一条 一条 然后它中间会把它接起来 形成一个像断代的一个样子 那这每一个直线 每一个这个叫做法 这个条 这个条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个时间 比如说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轴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放进口的日期 那接下来就是我的直 当然就是放直 好 那中间的断代 其实就是我们要比较的内容 举例来说 我想要看说各年间国家的一个改变 好 所以就把国家放到图例这边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勾国家 它会自动放在 放在什么 图例这边 那这张图很棒的一点 就是因为它是用那个比例来去呈现 各个年间的变化 对不对 它其实左边这张图 这两张图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左边这张图我要做一个筛选 为什么 因为有一堆那个进口比例是很低的国家 那我必须要手动来去做筛选 把它筛选掉 那它本身在看的就是比例 但代图主要就是看那个比例的变化 所以这边很小的话 它是都还留着 好了 所以我希望等一下 我现在一个现象我都不讲 可是我会希望说你们在讲的时候 你们要讲主要 主要各年 主要国家的比例 大概占了全部的多少 听得懂吗 请问主要国家 我刚刚是不是讲过了 在这边 在这边 有看到吗 第一个转折 那个前面的都是主要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大概算一算 1234567 7名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前面7个 1234567 听得懂吗 可不可以大概讲出来说 这边大概占几层 这边大概占几层 听得懂 好 我们从刚刚是第三组 所以我们现在换第四组 您看到什么 第四组 请问您看到了什么 第四组 请问主要国家 约占多少的比例 有听懂吗 有听懂吗 第四组 大概是不是都占了七层左右 听得懂吗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研究分析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大树的方式来去先看 我现在针对主要国家来去做 那个进口依赖国家分析的话 我们约有七层 约有七层 是这几个主要国家所贡献出来的资讯 可以吗 可以吗 看着固形站的内积大概 是 是不是上面 标识可以 有自己算 这当然是要算啊 只是你们会不会算 你们想不想学 听得懂吗 只是我们的课程真的没办法那么多时间来去教你 可是从这张断代图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主要的这七个国家大概约战的比例 大概就是七层 也就是说你现在所看的 已经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一个国家的表现 好了 那第四组你可以告诉我 你在断代图上面看到了什么 很多 要不要试着讲讲看 从第一名的日识 在2013年 然后大家都有一个表版 对 喜欢在刚刚的那个 那个 嗯 进口分析仪表版 是不是就 是 一致的情形 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这张断代图 这样子的表现 有没有觉得更好 将那边你要点来点去 对不对 好 第五组 你看到了什么 请只要讲主要国家 请不要讲那下面的 第五组 美国顺位地几 美国顺位地几 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 这时候我们当然会点这个地方 点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还有感受接按住点这个地方 可以吗 但是这边会有一个缺点 等一下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会再画另外一张图 来去讲这件事 它叫做瀑布图 瀑布图 可以吗 所以等一下要教你瀑布图 所以第五组这位学长 他说讲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在呈现上面 你要秀给长官看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用我瀑布图来去说你 刚刚这边其实也是 这边也是 对吧 所以第一组你是不是要讲这边 然后第二组是不是要讲这边 对吧 好 讲识都讲完了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也就是说 在断代图这边 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它的名次的改变 这件事重不重要 字幕志愿者 杨树梁